星丸 星丸 起床呢 星丸 这包东西就是带的小毯子 还有水壶 还有小零食 就是路上可以给它吃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会去迎接一个小小的新生命 那么为了迎接这个小小的新生命呢 我们可能会短暂的出下金 其实就在北京的边界处 对 但是我媳妇实在太过于想要这个小新生命了 所以我们就必须会出去一下 那么最近的防疫政策呢 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提前的准备 对不对 我们也做了三日内的核酸 核酸检测 就是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 然后还带上了是包括户口本身份证 结婚证甚至房本 然后就是来证明说 我们是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这样子 就是能保证我们顺利的回来 对 希望我们今天能够顺利的出去 也能够顺利的回来吧 好吧 那我们出发吧 我说我重新的许可 我怀疑了 她能够温暖的 开始 主要调避 这不就是这样子 在这里 什么眼镜里 要先说 所有人都都不要 要么 网络 我们就要不要 是 这不就是 你还在背着 好害羞啊 他可乖了 一点也不逃 老大 好冷啊 刚才一直在车上睡 他挺乖的 不叫也不闹 而且他一直到现在 每天还吃一会儿母乳 所以他免疫力还挺好的 没事 拜拜 拜拜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给他记录了 馒头是不是很可怜 馒头小时候就没有人给他拍vlog 对啊 但是馒头小时候也有一些视频 那馒头会不会 被我们遗忘呢 他会不会嫉妒黑豆呢 就是我们要更爱馒头 这样他才会接受黑豆 就是要更爱原住民 然后他才会跟新伙伴相处好 那你说为什么他叫黑豆呢 你看这里有黑点点啊 你看 黑点点所以叫黑豆 我们还有个白垮子 除了黑豆还有白垮子 你看看这个腿这里有一撮白毛 所以他的小名叫白垮子 大名叫黑豆 好 好了 现在我们就把今天的神秘新生病给拿到手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打算回京了 对吧 嗯 现在就是回京顺利的话 这一切顺利了 嗯 刚路过看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车 所以希望不会排太久吧 嗯 好吧 那我们回家吧 黑豆一起回家 走啦 回家咯 这两位啊 嗯 这个不用看 不用看 全是出了 嗯 拿着 你说回去了之后 馒头看到他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馒头肯定就先错过来闻 肯定要先闻个遍 是吗 他不会觉得很震惊吗 觉得你们太渣了 你们又喜欢上别的狗狗了 他真的没有这种意思 他一定要先闻 然后呢 发生了这只狗 每天跟他在一个家里面 他慢慢意识到家里还要有一只新的狗了 太可怕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更加爱馒头 宠爱馒头 嗯 还是自己是一个新伙伴 你不是会出来吗 干嘛呀 你自己会出来呀 别怕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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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怕的发抖 跟他玩伴了 这馒头好像不太喜欢跟他玩的样子 你带着他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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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了足够的爱 然后别的狗怎么样 他不在乎 走 开灯 走了 走了 我们会抬出人家尿尿吧 走 来 黑豆 走 他不会进屋 屁股脏了你 快点 黑豆 黑豆 黑豆来 走了 回去 好 走 怕黑 怕黑 黑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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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都上这一 哎呦 好厉害 黑豆 真棒 好了 抱他吧 再上一段 太残染了 刚回来就学去上楼梯 就在这里 我后面一定不要赢 真棒 真棒 好了 抱上去 走喽 那是馒头的玩具 你不能把馒头的玩具弄了 你回来就喘祸 可以录下来了 我在这儿呢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